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哦 我们到Garry Barney The Binsure Park了 我们这边是他的停车场 然后现在只有两度而已 还有带了那个冰爪 还有登山帐 然后还有带了一些零食 登山路口就从停车场这里开始哦 我们要走这一个雷克 然后它是单程9公里 然后要大概走五个钟头左右才会走完 我们今天走完应该已经天黑了 然后这个啊 再走上去啊 还可以到这个BREAK Park 可是要走到14公里 所以我们今天应该就只走这个而已 走吧 等一下有6公里 都是上路 可是这边呢 不知道并说还蛮... 我们大约是11点56分开始走的 但其实今天来的有点太晚了 虽然现在太阳还很大 但到了4点半 太阳就要下山了 我们估计4点半应该是走不完 我朋友说夏天来这里的时候啊 这就像虎神之山一样 虎神是... 好幸福 刚开始的2.5公里步道还蛮平缓的 而且还没有觉得很累 但是等一下就不知道了 因为走一走就会热起来 所以我们就先把内层的羽绒外套脱掉 但是在往上走可能就会开始变冷咯 所以建议大家可以洋葱式的穿法哦 还有6.5公里的意思 我们刚走50分钟才走了 2.5公里而已 然后我们还有6.5公里的路要走 那我们大概怎么时候才会走啊 哈哈 本来前面的路都还蛮平缓的 不过看到了6.5公里的牌子之后 破度就会开始增加了 不过也因为步道是Z字形往上爬升 所以你不会觉得太累 移物上大部分都是同样的路行缓慢的上升 但是啊沿途只有不断爬升的高度 两旁的树林偶尔看到的小瀑布和小松鼠 就这样 所以真的会让你觉得还要走多久才会到湖边啊 我们现在已经走了快两个小时了 然后刚刚遇到两个来露营的 我们说还有一个钟头了 还有一个钟头 真的要走完了 还没到啊 我们终于走到了第一个露营区了 大约是在6公里处 许多登山者都会选择在这边过夜哦 然后第二天再继续挑战其他的trail 我们前面的这个男生他整个就是轻装上来的 突然觉得我们是不是准备太多了 这里还有一个观景台 虽然只要走100公尺就可以看到 但想说回程再来看看好了 结果根本就来不及看到啊 因为都已经天黑了 是到湖了吗 走了这么久终于听到湖水的声音了 这旁边有一个结冰的湖了 我们还剩下2点多公里而已 所以应该在一个小时内就可以到了 那接下来的2公里路变得比较小条和崎岖 但是一想到就快到了 就重新拦起了希望了 开始变老了 刚刚把手套对起来了 感觉到这边应该有降了一两度吧 我们在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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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太慢了 我会怕 现场看真的是很高啦 大家去看看就知道了 下一公里 但是啊这剩下的一公里 怎么觉得很漫长啊 越接近湖边 地面上就越多结冰哦 很容易不小心就滑倒 所以这段路真的要比较小心的走 走上去还要17.5啊 天哪你太夸张了吧 现在只剩下500公里了 现在要走下坡了 现在要走下坡了 终于要下坡了 终于要下坡了 我们终于看到Gary Body Lake了 然后也要再继续走 我觉得这段路真的美到不行耶 回程的时候还蛮捨不得这边的风景的 我觉得这个冰爪真的非常的方便 它只要套在鞋子上面 走在雪地上就比较不用怕会滑倒 而且还可以走得比较快哦 好漂亮的耶 终于到了 在这边 好漂亮的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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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可以吃我们的中餐了 牛肉口味和骨鸡肉 好冻啊 爪不卡 還可以等下 我們現在要準備回去了 對 現在已經3點45分了 所以我們要趕快回去了 掰掰 我們現在要趕快趕回去了 因為太陽快下山了 所以 建議大家還是早一點來比較好 雖然這裡的步道啊 都還蠻好走的 而且都有標記嘛 但是 還是早一點離開山比較好 好吧 那今天 影片就到這裡啦 Wi-Fi 我剛剛手整個快凍僵了 然後戴上手套後才好了一點 可是現在換成腳了 好 好像在探險喔 這裡花子變得很長 好險我們前面擺了 好 回程的時候因為天黑了 我們大概一小時走了4.5公里 真的是在跟太陽曬跑的感覺 而且都沒有休息 現在已經6點了 我們爬了6個鐘頭 然後好險剛剛前面都還有人 可是 就我們忘了帶手電筒 所以下次如果要爬坐完的話 就得要帶手電筒 因為我們就用這個手機 腿超痠的 我們倆要去吃大餐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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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